大家好,我是Vex 今天又來玩這個新遊戲 剛剛下載了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叫做三角大亨 可能好像玩大富翁 不過未知道,一齊進去試試玩吧 如今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正是良辰擇主而逝 一戰平生俗學之際 連你那愛睡懶覺的諸葛師兄 早已被劉備請下山去,你又有何打算? 擇主而逝?老師,這可是造反呀,要殺頭的 這個水鏡師生這麼漂亮的 老師歇怒,事不相瞞,弟子早已有打算 鑑魚前往洛陽,經營功法,廣區田良,斷造絕世神兵 召納四方名將,以待時機成熟 集如此,我便將魏谷先生訴註白宮圖鑒還贈於你 八公圖鑑 atoms 諸王 凡數所...諸王...諸王 還寫過這樣的方案啊 惟顧先生 學舊天人 無所不通 此書是他收集天下百貢 致意之術而成 都是先生來的 我是空氣先生 日後 若你方面遵復圖鑑 可將其寄回於我 為師 會予以你適當的� dividing 多谢老师 那弟子就在此拜别 即日启程 贵国先生 当年您留下了天际 莫非真的要应验在此子身上 这就是洛阳城呀 果然气象繁华不一般 少主 洛阳作为天子之都 我们在此建立工坊 只要用心经营 并能以天下英雄接踵而至 说得好 珍珍不会是家中最熟悉经商之道的 那我第一步该做什么呢 所谓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剩下九十分就全靠家底了 别担心 您可是富二代 少主 这就是我们的新工坊了 从今天起 我也该叫你 掌柜了 珍珍 这工坊怎么这么简陋啊 我可是把全副身价都搭进来了 他想什么也都没有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工坊 这可是你人生巅峰的第一步 好吧 可是我要怎么开始赚钱呢 不用担心 有我在呢 掌柜 让我们来制造第一个物品吧 不是玩大富翁哦 因为去年那个呢 有个三角大亨是玩大富翁的 不过呢 他就 没那么漫画化的 这个我怀疑是 开店哦 点击制造厂 是呀 做武器啊 应该 从制造清单中选择刀 开始制造 物品已经开始制造了 第一把武器会做成什么样呢 好期待呀 刀已经造好了 点击制造槽收货吧 接着呢 应该是 有那些武将来买 武器去打仗这样的 工坊来了第一位贵客 是啦 那些可是吴国有名的大将 让贵的 有点好东西 统统拿出来 小爷不差钱 你可听说过 开局一把刀 三秒变土豪 你再仔细看看这刀 这个是三角主题的 英雄攻防 难道这就是 屠龙刀 我 我买了 那么快有屠龙刀吗 武将会偏向求够自身可用的装备 把刀卖给关心吧 好了 就买给你了 哇塞 赚到钱了 那又做个第二把 用武将制造这些装备 来换取铜币吧 接着它就会升级了 一路升级就一路厉害了 一路厉害之后呢 就可以买得更加多钱 再来建一个更加美的工房吧 有钱没有 有命一条 好急啊 现在来制造短剑吧 选择短剑 开始制造 收级 先收级 开启更多的制造难位 提高制造效率 升级到 有升级 三国的主题 其实一路都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 应该会有很多人玩这个游戏的 封诀 商人也可以封诀吗 那是当然 只要掌柜能达成朝廷制定的条件 自可获得相应权位 要求 要求可能是做到之后呢 就有些奖励 特别的奖励 穿位提升 五等纹穿 这一大屋 免费的 这一大屋 要求 能够 能够 放在仓库中 购买货柜 来拓展 仓库空间吧 升级工匠铺能够提高工匠技能加点的上限 让我们来试一下升级铁匠铺吧 选择升级 只是稍微断理了下 我制造的熟练度就上升了好多 整顾儿 一般像我这样充满无限前例的优秀员工 是不是该加薪了 不错不错 继续保值的话可以考虑 提升工匠的技能点可以缩短制造装备的时间 让我们来给欧小爷分配技能点吧 看我这祖传的麒麟臂 震震 只卖铁器的话 我们的经营范围是不是太窄了 掌柜说得有理 不过要扩大经营的话 我们还要雇佣新的工匠 掌柜 工坊想要发展壮大 需要充足的工匠 雇佣经验丰富的工匠 可以制造更多种类的物品 点击扩充位置 增加一个工匠招聘名额 初头的教学都是免费啦 我想之后要付钱啦 还有可能也有机会 可以出去其他国家打仗 点击招募木匠鲁小单 工匠吧 先说好 工资不能开空投支票 那就不给支票你啦 我想它们每个工匠的功能都有些不同 有线啊 会不会有 先说好 三千五险 带性休假 五休水果 一样都不能少 为什么有些那么麻烦的工匠呢 最重要的是工资不能打败条 好 好收 好收 制造木质武器需要木匠铺 从工坊设施里购买一个木匠铺吧 购买木匠铺 有了木匠铺 我们就可以制作木质装备啦 制造两把铺扇来解锁铺扇吧 有了木匠铺扇 有了木匠铺扇 是会升级的 這模棄都解鋒聲響 請他們替你賺些外寬 叫他們幫忙 去打些材料回來 貝貝不在家?正好買買買 不要跟我談錢 我有的是錢 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副本會調洛西 隊伍配置完畢馬上出發吧 簡直可以出去打仗,真是可以控制武将出去打 通过刚才的战斗,我们获得了不少稀有资源 让我们尝试一下制作护扇吧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不要跟我谈钱,我有的是钱 带了人来买吗 随上香适合穿戴护扇,就送给他吧 哦 绝招跟坠肉一样,怎么会让你轻易看到 真的有名将来买东西 有了这件装备,粉小姐的实力大涨 还有我都喜欢这些Cube版的造型的角色 可以在气球里参考一下 这个孙上香也挺特别 这个造型的孙上香 贝贝不在家,正好买买买 不要跟我谈钱,我有的是钱 先说好,工资不能开空投支票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不要跟我谈钱 不要跟我谈钱,我有的是钱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先说好,工资不能开空投支票 贝贝不在家 正好买买买 这上纸文走走的,什么意思呀 恭喜掌柜 这个意思是从今以后 我们就可以参与城市的投资了 掌柜 投资建筑能给工坊带来大量的特权 请随我前往投资吧 每次投资都能直接获得少量资源 还有半小时的产量提升效果 铜壁充足时,不要忘记投资建筑哦 怎么这么搞笑呢 可以多点钱就做新的东西啦 掌柜,确实空间又不够用了 又要扩大呀 再次提升工坊等级,获得额外的空间吧 再大一点啦 最近 сын不知道怎么了 铁子兵器特别高迈 店里的铁矿存量都快见底了 有钱站就多进点货嘛 要增加铁矿产量就要购买额外的铁桶 掌柜再采购一个铁桶来增加铁矿产量吧 好了 今集就玩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你记得赞好和订阅 订阅旁边有个小小钟 按着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好 下集见吧 这个游戏都挺好玩 三角元素